Hi, this is Kaye 如果你在读功效 如果你想申请美本或加拿大热门专业 今天分享三点你要记牢 第一点,AP成绩是学校GPA的补充 如果你此刻在读功效 可能也有所耳闻 在读十一十二年级 可能有些老师打分比较收紧 导致GH你成绩非常不错 哪怕是年级的前三 可能打分只有一个high 80或low 90 尤其是体现在英文中 如果这也是你的一个concern的话 不论你未来申请大学什么专业 建议一定要考AP英语语言 这样才能提升GPA 第二,首选具有提供AP学分科的机构 来学习AP课程 举例比如你在安大六省读书 第二具有规定 所有的功效必须无条件地接受 具有accredited high school资质的学校 来投递来的学分 并且必须把盖门AP课的学分 上在学生总体的OST Ontario Student Transcript 在你申请大学时候 就是一张transcript直接提交给大学了 方便高校提升GPA 第三,要自己找到考点 一般来讲能提供AP学分科的学校 一定也是AP考点 一举两得 最后一点 如果你还不知道申请美本跟加本 对AP的具体要求哪些区别 可以参考我们这一期视频 对AP的具体要求 对AP的具体要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